謝謝主席、各位委員、指揮、各位政府官員、工作同學、美女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請指揮一下好不好 請陳主委 陳主委 你好 陳主委 你好 今天其實這個通租齁 是你剛剛講這個主管機關的改 跟這個任期的延長嘛 主要主要是這裡 其他都是把直轄室的一些把它改修正合意 大家是這樣 但是這個就是說從這個方面來講 因為我看到你這裡面講到說你現在要把這個 台北市的水利會延長到103年5月31號 你所根據的就是參考這個地方速度法87條 這個之一的第一項嘛對不對 那這第一項其實來講他是講什麼 他講說你講說這個合併改制 然後他那個任期是到這個改制日為止 這個他主要是說到稿制日為止 不是說你會把這個這個所謂這種這個 日期啊可以把它延長啦齁 所以剛才翁委員所講的齁 其實這個 即使他有規定 或者是沒有規定齁 我們講他很明確的規定他沒有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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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題啦 比如說以後我們的 總統啊跟立法委員 要不要一起選舉 齁那這個就蒐集到這個可能 會有一些的 啊可能啦 不曉得啦齁 啊是不是要把這個 啊用憲法的問題 使他這個當選以後啊 啊他會國內三兩三個月 啊不曉得總統要去做什麼的 新當選不要幹什麼的情形 或者是要不是要把立法委員要延期這種情況 當然立法委員延期這個是不可能的 因為這個違反我們的裡面的一個約定嘛 那同樣的我們這種這個農林水利會也是一樣的齁 因為農林水利會在我們所講這個 台北市的這個有關的這個水利會齁 他的任期是到101年9月30號嘛 那你要把它沿到我們現在這個 17個委員會裡面15個委員會的 他的任期是到103年5月31號 也就是農委會所主管的這個 這個日期是一樣的啦齁 那這個看起來好像是很簡單啦 但其實是這個跟我們的跟他的 啊所謂他的選選舉的這種這個 啊這些代表啊是有違反 違反他的這種約定啦齁 他本來就是到什麼時候就就就結識了 你要把它再延到一一年差不多將近 呃 這個是9月嘛這個是5月嘛 大概一年四五個月嘛對不對 那這個是延長滿滿長的齁 像我們以前這個縣市長他延長是因為有 法律上特別規範嘛很明確嘛 那這個因為沒有啊 所以我個人的這個意見齁 也就是說齁 我們還是一樣的嘛 你台北市水利會 你到101年就改選嘛 只是你把那個指管機關啊 把它改過去而已啊 並沒有影響到的權益啦 但是這個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中央跟地方啊 這前線的正義啊本來就是很厲害啦齁 不管什麼都真的很厲害啦 健保啦等等啊真的非常厲害齁 那你現在來講的話 台北市的七仙跟柳公啊 他財產有多少我們不曉得啦 他也許財產很多喔 柳公都在這個台北市裡面 滿滿滿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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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的情形啊 他的財產可能很很多 所以這個財產的移交 他的財產的怎麼樣去代賞 那他的人員怎麼樣去做一個分配啊 可是以後中央跟地方非常嚴肅的一個問題啊 不是你用一個法律的規定說 欸我把它規定這樣這種情形 所以因此你就把這個主管機關歸我們 主管機關歸你們齁 財產就是歸你們啦齁 所以我想這個是不是說 先請這個主委表示一下意見齁 報告委員齁 這個財產還是屬於他們水利會 他跟中央無關 農委會不會去處分他的財產 也財產也不會改登記在農委會 沒有這個關係 其實來講的話你只管機關是裡面 當然現在目前來講的 有一些是沒有變動的嘛 以後他就會慢慢變動了啦 你裡面的會員 會務委員 慢慢的這個轉移啊 就像我們這個大法官裡面的這個 保守的或是自由的 你保守多的就往下保守跑啊 你自由多就往自由跑嘛 所以同樣的情形啊 這個是目前當然不會啊 以後就會變更啊 所以這個是屬於我們所講的 這個是以一個台北市政府齁 那現在剛才說 假如我們是以這個國民黨所執政的 可能他沒有其他問題齁 那假如不是的話 可能有問題了 就很麻煩了 所以我是認為說 這個也是要考量齁 不是我們說法律裡面所講的 欸我們把它做一個法律的修正 啊什麼都引人我解的這種情形 不是那麼簡單啦齁 那當然我們也樂觀其成說 你會在這個什麼情況之下 你就把它改成這個由農委會來主管 我想我們也樂觀其成 因為這樣比較是統一的啦 水利會本來他就是應該要有一個 一個所謂這種這個比較統一的一個 一個領導的這種這個一個體系齁齁 不然水利會他比較鬆垮的這種這個情形 我們不是反對 但是就是說這種情形啊 是不是說我們所講的 你有沒有時間跟台北市政府有講 水利會有沒有談到這個問題 這個都跟水利會還有台北市政府都有溝通過 蛤?都有溝通過 蛤?都有溝通過 那他們都沒有意見嗎? 他們就是溝通了以後 他贊成我們這樣的修正 對 有紀錄嗎? 溝通過好幾次會議啊 有紀錄吧 這個我們處長親自跟 這個要有紀錄啊 不是用講的啊 都說這個不得了啊 這個財產多了不得了啊 這個 水利會的財產很多耶 這個 這個職位你曉不曉得 不要說什麼 這個南部農田水利會的財產都非常多啊 所以這個你要 財產還是屬於水利會啦 宰善要是屬於水利會 比如說農會 農會的財產是屬於農會 所以農委會主管 這個以後齡會都會變足啦 這一定是這樣的 不會歸農委會去財產去農委會去處理他 不是啦 現在都不會啊 一會就會啊 這不是當然現在不會啊 你以後會務委員都是你們的人嘛 那當然就會改變啊 財產原來是登記水利會 不是登記個人啊 不是啦 這是你可以用這個行政主導 用這個其他的方式 當然可以嘛 我剛才所講的 大法官有自由派 跟著保守派 保守派多了的人 他的政策都往保守跑啊 他的自由派多了 就往自由派跑啊 這本來就是這種天經地義的嘛 我不是說現在啦 我是以後啦 所以我是想說 你一定要跟台北市政府要好好談 說這個是這樣的 財產人事什麼樣的情況 那你在這種行政主管機關 只有改你們 那你要幹什麼 你沒有統一領導啊 到時候說我不聽你的話 他不聽你的話咧 我是主管機關 那是你的啊 財產我的啊 人事事我的啊 我管你是什麼 變成這樣的這種情形嘛 我是提出參考啦 這是要去面對啦 不是我們所想的 那麼簡單就是說 可以改過來啦 講那麼簡單的話 我們地方跟財中央啊 就非常好的 這個調伙的情形啊 搞得一段 亂七八糟 這種情形很多嘛 所以我提示這個 這個建議齁 當然有關於所謂這種這個 這個任期 剛才有人 大家講的 希望說 你一百零一年 九月三十號指 就九月三十號指 你把這個職管機關改你們嘛 然後就是 那個時候就要改省嘛 就這樣嘛 那我請問一下 這樣的會長有沒有任期啊 蛤 蛤 規定在第幾條 我怎麼翻來翻機關不到啊 蛤 有有有任期 這個裡面我看不到任期在哪裡 我只是看到會委委員任期是四年啊 由會委員來任 來來這個職 蛤 二十 二十條 二十條 也是四年是吧 會長任期四年 連選得連任一次 連選得連任一次 對對 不能夠一直練下去 蛤 那這個這個我當然 我沒有看到很抱歉 我是因為 一直在翻啊翻啊 畫不到 這種這個情形齁 好我想這個是屬於我的一個 跟主委的一個報告啦齁 希望他能夠更健全化啦齁 也不是我們想當然偶的這種情形 說啊我要怎麼就怎麼樣 沒有那麼簡單啊齁 另外就是說齁 在這裡面來講的話齁 我看到這個報紙裡面有講到說齁 這個自由時報講說啊 因為我們這種這個 呃 EQUA的等等的情形齁 他是 根據的 精神我來的吧 原子我來的吧齁 所以我們現在 目前馬政府所講的 我們這個大陸的農產品啊 這個八百多項啊 不能夠進口啊 他說可能啊 以後會 會有改變的情形 那以後是多久 我們不曉得 不過我看他的報導啊 好像是 不久就可以 農產品就可以進口了 你的看法怎麼樣 還是要堅鎖說 我們絕對不會進口 這一點呢 跟委報啊 這個是總統的政治承諾 那也是我的啊 政治承諾 我都當場在委員會 經濟委員會 不過他是假如有開放的話 沒有沒有監索諾言 我就下台 我曉得啦 他的分析說 因為是這個也是根據 WTO的這個精神 他的分析啊 我跟委員報告 他的分析是這樣 假如說我們管制大陸八百三十項 大陸他有權可以到 WTO的爭端委員會 是啊 去告我們 對啊 那去告我們的話 就要在那裡談判啦 對啊 那這個是這種情況 但是現在兩岸有共識 有共識 這個我們從加入WTO 民國九十一年到現在 管制他八百三十項 大陸沒有說過任何一句話 所以這個是雙方的共識 現在目前是大家這樣的情形 我是說 看他自由時報他有這樣講 那這個 自由時報他有這樣講 自由時報他在那邊講好久啦 Eco法是這樣的情形 總統在選舉的時候 馬英九當選就會全部開放 那已經講好久了 講兩三人 兩三人 Eco法當然是這樣 我們是信守這個承諾 但是就是說 這個Eco法裡面 他也有講到說 有些很多問題 他可以隨時給你終止的 所以我在上次的這種座談會裡面就講 這個中途 中止對我們台灣也好 對他也更好的這種情形 他到時候就講說 我要給你 通知你要中止 然後就是根據這個幾個月 就開始發生效力 這個當然 不太可能發生 也不能說絕對沒有 也可能會發生 對不對 所以我想這個Eco法 803項的這種 830項的這種農產品 在目前來講的話 我們是 言所說不能夠進口 但其實來講的話 我們台灣現在 目前有很多農產品 其實我們並沒有 並沒有這個生產的 從 郭棉裡面是進口的 對不對 所以在這種情形來講的話 我們是說 可能以後 也許這種這個 某一個情況來講的話 那馬英九 他繼續當總統 他可能 但萬一他沒有選上的話 就很難講 不過跟委員報告 830項 並沒有在Eco法的文字裡面規定 而是從我們 加入WTO以後 我們這邊就把它 所謂名列 這830項 在我們的貨品分裂裡面 就是不准他進來 好啦 我是看了這個自由時報 跟你這個 這一下啦 因為這個大家都很鮮熟 說我絕對不會進口 但是是會 真的是這樣進行 我想我們政府 有這個魄力最好 好啦齁 那我我最用一分鐘 我是最後跟你這個報告一下 就是說 薩斯瓦跟這個 指揮也講過齁 就是說在上次的這種 這個水災裡面齁 其實嘉義線的這種 這個受損也蠻大的齁 嘉義線 不是我嘉義市 但是縣市是一體的啦 那我們嘉義線喔 他這個水災以後啊 都都達到這個面積啊 所以他能夠得到 政府的這種 這個補償嘛 對不對 救濟嘛 那我們嘉義市啊 就在嘉義線的中間啊 就像我們這台北市 在這個 這個台北線的 這個中間裡面啊 台北線整個 可以 可以這種這個 這個補償啊 我們嘉義 這個台北市說不可以啦 還嘉義線 可以說我們在 嘉義市又不可以 為什麼 因為我們太小了 所以 損害的面積啊 不夠大 所以說 他就不能夠補償 所以主委 我是覺得這個是有個問題 農民不會說 我希望說這個 損害嘛 那我以後就 沒有損害的話 我就用這個耕引機 全部把它耕掉啦 我跟委員報告 這個在 我們 97年 6月 我們上任以後 就修改了 就是說 他雖然 沒有達到 前線的標準 專案嘛 對對對 就是專案 你怎麼是專案 那個專案很難啦 不不不不 現在專案 專案不會 哎呦主委你說你都不不不啦 別人都不不不啦 這種這個情形嘛 不一樣啦 我都很 你講說我都很高興 我已經 我羅民就跟我講說 嘉義線可以補償 我嘉義市都可以補償 好幾個案例都有專案啦 我現在就是跟那個 主委報告啦 這懇見的報告就是說 農民有這個損害齁 他絕對不是說他自願的啦 那他只是小一點點 比如說你要百分之十 他只有百分之九 你說他就不能夠補償 這個不好啦 他有損害嘛 他一定沒有辦法生活嘛 我們給他補償 他會非常感激的 所以我今天這個 跟這個主委 這個主委特別報告也是請求齁 像這些 有損害的 剛才你所講的那個專案的話 我們希望從寬來處理啦 好不好 不要說他有他沒有 都在一個地方 專案的好 現在已經有好幾種 一個是地區 一個是座物 一個座物 對啊 座物別 座物別 所以這個是希望說放寬一點啦 你能夠傳令下去啦 好不好 主委你都說好好好 下面都說不好不好啦 那這真正沒有辦法 是做這種事情嘛 所以特別拜託 不要被我們回去 又被我們顯民說 你看 你根本就沒有用啦 賢你這個沒有用啦 就這樣這種情形啦 這個他是列在辦法裡面 沒有 辦法 解釋有寬跟言嘛 這個有時候不一定嘛 所以就是說 希望說 他既然有損害 我們就給他補償嘛 因為他有損害嘛 他不是 他不是自願的嘛 好不好 他不是說我自己去用耕引機把他 他自己弄掉去 還叫你補償 不是這樣 水跟他淹掉去嘛 好不好 謝謝